你的命从哪里来的 谁给你定的 是你自己过去生中业力 主宰了你 过去生中修善 那你这一生能享福 过去生中造物 那你这一生中要受罪 夜莺果报丝毫不爽 那在新鲜观察 我们每一天的变化 与我们的夜里有密切关系 我今天很快乐 你一定有善心 我今天哪个地方不舒服 你肯定遭遇业障 你只要细心 不要问别人 老祖宗说的话 说得非常有道理 要信 说行由不得返求助己 你只要有了问题了 不要向外找 向内找 问自己 自己认真反省 一定把原因找到 原因找到了 把原因消除 你就恢复健康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可是 我们一个人 因果同三世 有的那个因很深 这过去是 你说 元清戴主 是过去是 那元清戴主 有有行的 有无行的 有行的你知道 无行的你不知道 你没看见 通通通在你身边 对你生活 磁场 他会干扰 你急功累得 你的氛围好啊 那些看不见的 云现这种 他回避 那就让你走运 他不感人 那你的这个好运 想尽了 后面没有继续修缠 造了很多卧业 好 善地想尽了 卧底先前了 那这些 这些经过 看不到的 元清戴主 他又来了 那你的氛围 就非常不好 统统有原因 这个地方 你细心去观察 英国同三世 佛家对这个事情 清心素素 明明的 这佛教弟子 要知道 改悟修善 要知道 破迷开悟 更高阶层的 要懂得 转翻成圣 这是佛华教学 三个目标 前身次第不同 先教你断华修善 那叙事精神 你所得罪的那些人物 你要知道 跟他化解 所谓华修善 所谓是 冤家一结 不一结 从哪里结起呢 从自己结起 从自心结起 就是自心 对于一切冤情的人 再也不愿恨 再也不恨别人 不但不能够有 报复这个念头 怨恨的念头 都没有了 然后 升起 升起 大慈悲些 要爱护他们 要尊敬他们 爱护他们 关怀他们 进一步的时候 尽心尽力去 帮助他们 自然就化解了 所以 绝不能求对方 求对方 这个问题是 永远解不了 解不开 那就是老子所说的 何大运 必有余运 他就这个道理在啊 反求助己 余运才没有啊 这是真理 是我们每一天 要做的功课 功课是什么 就是何大运 从自己内心做起 让自己的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一切 那要把 仁义离之心 做得圆圆满满 这些情节 全都化开了 啊 具体 跟各位同学说 一定要好好去落实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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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 感应品 落实 石山业道 你就做圆满了 地址 的真感 啊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有可能 啊 困难 为什么呢 困难是你的业障 你要有 你要有勇气 消除业障 啊 消除业障 是要很大的勇气 改过自心 啊 佛家将忏悔啊 啊 真正的忏悔 后不再造啊 这是消极的 积极的是什么 以善意带人 啊 以真诚善意 回报别人 这是积极的 啊 这个这个忏悔 又消极的 又积极的 啊 同时 享受 化解就不难了 好 嗯 嗯 嗯